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伊朗说可能在美国大选之前即将会对以色列进行还击 导弹还击已经确定了 这个事情的话以色列陆军参谋长今天发话 如果伊朗再次向以色列发射导弹 我们将使用以前从未用过的能力 这里头什么还有以色列还有什么没用过的能力 它是叫能力它没说是武器 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秘密的能力 这就是差距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对其实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聊过这个事情 其实以色列在东东做的现在做的好多的事情 其实是对以后在整个正义联盟 在全球的包括朝鲜包括中共这边的话 一个研发可以说是一种研发 就是在战场上进行的一些研发 出现了好多事情 其实与其说是一个反应 倒不如说是一个借力打力的一个过程 换句话说就是说可能以色列的这些 说过的这个从未使用过的这些能力 可能说他本来也应该拿出来 那么现在的话就相当于说出一个什么事情 出一个飞进南大工的这个事情 接着好我们下一个对吧 其实是一个推进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就是用了一个一个方式 对于包括我们 我记得上一期节目的时候也聊过对吧 就是说你说韩国跟美国这边结盟的话聊了多久 它肯定不是说三五个月的问题对吧 已经聊了很久很久了 包括今天这个太平洋舰队的这个账号 X的账号发出来 将军跟这个韩国的这边军方的一些会面等等 比如说这个事情一直在做 那么现在的话就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这个朝鲜试射这个导弹对吧 然后造成了这个威胁 朝鲜能不能不试射 他也不能不试射 这个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话 就相当于说与其说是一种 一个事情导致了另外一个事情 倒不如说是邪恶周星这边 和这个资争联盟这边都在往前推动 他们该推动的事情 然后现在就相当于说 用这种是一个一个的事件 在相互的起一个作用 那么如果说去猜想一下 以色列将会使用什么样的能力 我们回想一下 当时出这个船呼机的这个事情之前的话 你去猜 我们普通老百姓去猜对吧 你说这个突然这个所有恐怖分子 带着这个船呼机或者说对讲机 一下就都爆掉了对吧 可以说就是一个科幻小说的一个情节 可能说有人能够想得到脑洞打开 就想得到 但是我很难想象有谁 不知道这些情报的情况下来讲 能够猜得出来这个事情肯定会存在 相信对于说以色列这边的话 也是现在处于这么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好多这种 在科幻小说里边看到了 比如说像什么反重力武器 然后这种量子的 就相当于说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 维度的这种武器 甚至包括什么瞬间传输了等等 就我们可能在脑洞在想的一些 科幻小说里边的情节对吧 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在下一步的时候就会出现 那么在以色列或者说终于联盟这边的话 在一步一步的演习 做研发 打磨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流程 在逼近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对于中俄一这边的话 特别是对于哈梅内伊这个点上来讲 我猜的话就哈梅内伊可能现在 属于这种天天在骂娘的一个状态 之前说又是复制这个胡塞武装 又是复制珍珠党 又是复制哈马斯等等 它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前提 最基础最基础的前提是什么呢 你说要武器 俄罗斯和中共这边的话可以给 包括核武器的话都可以给都可以给你 对吧 然后你说要这个防御 可以给你挖地道 然后这个派工兵过去 然后给你挖很深很深的地道 对吧 你说这个搞这种超线战 或者说搞这种当地的这种这种什么 证据上的这种这种脚活 对吧 你说说我 我说说你 对吧 可以给你提供这个情报的支持 可以给你提供资金的支持 包括说这个伊朗去被国际世界 国际社会已经制裁成这个样子了 还能有那么大的这种 军力上的一个部署 可以说从物资加武器 加情报 然后加技术人员等等的话 这些东西的话 背后这个中国的这个影子是 是肯定离不开的 为什么 因为就中共在中东的这种 这种深耕来讲 跟这个俄罗斯比起来的话 肯定是中东 中共在这个地方 还是一个基本盘 基本上还是他 这个能够出这种大力的地方 对吧 但是 所有的这些保证也好 给的这种安慰剂也好 之前的这种虚幻的这种 这种保护安全感等等也好的话 现在出了这么几轮袭击以后的话 以色列这边出了几轮袭击以后的话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 从现在的防卫措施 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地堡来讲 现在只是没有去炸这个汉卫内衣的地堡而已 但是从珍珠党当时的这个情况来讲 来看的话 包括当时这个斩首哈拉斯的这个领袖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 你可以已经看得出来 这些人已经在中东的这些恐怖分子 独裁者 这些来讲 他已经信不过 一直这么多年来讲 深信不疑的中共对他的这个保护了 对吧就是说地堡你只要挖的深对吧挖18层 然后这个肯定就炸不到 现在意思就是说现在出来这个当时炸这个珍珠党的这个 搞空气的这个就是连续扔下来40枚还是40枚这个炸弹的当时的这个情况就就说明一个啥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深度之前你可能认为说挖的越深越安全总有你下不到的什么就对 那现在这轮是袭击下来意思就是说你底下挖多少米 你现在只要是说你按着人你只要是不怕地球的核心热对吧 只要是挖到你觉得你还能说这个足够没有说把你烧死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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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的话 你挖多深这边的炸弹就可以给你炸多深 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不存在说你挖的越深越安全 已经不存在这个条件了 你挖再深也能够给你给你给你炸挖了 这基本上就是证明了这个道理 同时的话最近又是这个呃以色列去呃袭击伊朗 我这个可以说是你说骑袭也好 还是说一次成功的这个人事行动也好 反映出来是什么 不是说是武器存在一个代差的问题 而是说就是你武器存在代差 我们当时看这个top down的时候 对吧 这个五代战机 然后打这个四代战机的时候 他会存在一个啊 看到五代战机赶紧的跑对吧 现在是你看都看不见 就现在整个的你的雷达系统全部瘫痪 然后这个可以说是进出有如无人之境 然后同时的话过了好长好段时间 这边才才过了好几天的时间 这边才说啊有600枚 对吧 我你觉得可能是一个整数吗 对吧 就是说以色列拍了一帮飞机过去的话 就就上下上下上下本上下两枚的误差的话 就通过600枚 我自己是不相信的 对吧 就可以说他扔了多少的这个呃 导弹对吧 扔了多少的炸弹 扔了多少的导弹 进来多少飞机 什么时候进来的 从哪进来的 飞多高 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部都没有 意思就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这个 呃 拿这个武侠小说里边 可以说两个这个这个这个两个人对决 对吧 然后上来之后的话 你还没出招 眼珠子前让人给挖 挖没了 你说怎么打 根本没法打 就相当于说整个 所以我就说这个行为内衣现在应该天天在家里边这个骂娘啊 就是说之前的你说躲的地方对方已经给你证明拿数据啊拿事实给你证明你你没这可躲对吧 同时的话你说还手我就这个拼了命了给你拼老命打发现这个你眼珠子给人挖没了对吧 那现在的话怎么办 除了说动动嘴皮子还能怎么办 现在基本上就处于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如何其实并不是在逼伊朗 就是说我们面上看的是说你跟伊朗在较真对吧 就说啊不要不要还手啊 还手的话再揍你 这么一种 其实根本不是在逼伊朗 为什么 因为这里边一个最基本的国际是对于所有的这些独裁政权也好 包括朝鲜包括中共 甚至包括俄罗斯也讲了 来讲了 你除非把他的独裁者或者说这个领袖给逼到一种要死要活的一种状态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背后的这些大哥呀 或者说真正的这个金主真后真正后边的这个支持者 他有可能这只是有可能并不是百分之百 有可能拿出来压箱底的武器 而自由世界需要的是在数据上 这叫什么 这叫风险管控 需要在数据和事实上知道 到底这个中俄这边就没有没有一和草了 就中俄这边的话到底压箱底压箱底的这个科技实力 军事科技实力或者说他真正的这种秘密武器是什么 而现在对伊朗这个施压或者说一直为什么现在是这个 箭在弦上 然后但现在是等着没有发 就是对他们内衣这边来讲 其实并没有斩首的一个 我自己感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可以说是逼着他们那一个点 看看能不能逼出来一些真正的这种秘密武器 从中俄这个角度上来讲 除了整天拿出来这个红厂男孩 就是说除了整天拿出来吓唬人的这些老旧的这些核武器以外 有没有说一些真正说在事实上有可能造成一些威胁的武器的吧 现在其实一步一步的往前逼进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感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整个西方自由世界他不希望说他做任何的这种军事行动啊 别管是这个乌克兰还是以色列还是说美国来讲 他不希望造成任何的这种人员的伤亡或者老百姓的伤亡 他希望说把这些不必要的伤亡能够降到最低最低再低对吧 那么你降到最低的前提是你得知道对方手里边有什么 那么现在其实是就是处于一个可以说可能西方自由世界手里边的这种秘密武器 或者说这种能力多一些然后邪恶周心少一些 但是问题是邪恶周心可以不用按照法律去操作 不用按照人道去操作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从风险管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自由世界肯定也不会一下就把自己的这个底盘亮出来 而是说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施压 最有利的这种施压的方法其实就是这些独裁者的命对吧 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施压看看能不能去把它给拿出来一部分 这是一种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其实是在这种真实的战场在实验一些新的武器 因为所有的这些秘密武器新的武器 就比如说当年的这个小男孩的这几个核炸弹 在这个广岛长期投放的这些炸弹对吧 当时是因为处于二战的这个结构眼 你是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 就相当于说在真实战场是实验了一下 其实对于说地方自由世界来讲的话 除了是他希望把所有的这种武器都拿出来以外的话 更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这些秘密武器 其实在真实战场或者说真实交战的这种场景下 他还是需要做一些这种实验一些演练的对吧 因为中间可能得需要一些技术的迭代 一些加工方法材料等等的话 这些迭代对吧 那么对于说现在来讲的话 在放出来这种话呀 就是在以色列军方放出来这些话的话 你想象从当时的这种防护机 还是说F35的这种远程突袭对吧 突袭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对方的雷达瞬间失效 其实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很危险的 就是说如果说这些你用的这些新武器的话 没有那么的严谨或者说有一些些 有一点点的这种测试可能没有去准备好 它都是有可能造成一些意外的 就是每一个人的人命都是非常值钱的对于自由世界来讲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可能说在这个点上 在伊朗这个点上来讲的话 测试武器的这种存在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那么所有的这些研发呀 所有的这些准备 所有的这种逼迫来讲的话 其实到最后 其实我自己感觉绝对不是为了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绝对不只是为了伊朗这个点 而是为整个的这种全球补局 或者说为整个的这个往后可能说执行的 比如说朝鲜这个点 包括中共这个点对吧 往后执行的话 开始开始做一些这种备战 或者是演习 或者说一些准备对吧 需要打磨 打磨到什么呢 打磨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这套方法的话 当你的对手达了几个数量级 比如说像中共这种这种级别的对吧 那之前做珍珠党是一个级别 做哈马斯是一个级别 然后珍珠党又比哈马斯大很多 然后伊朗这边又大很多对吧 就像一个量产的一个过程中 你生产十件用了这个工艺对吧 怎么样我能保证生产一百件的时候 这个机器不会冒烟对吧 然后生产一万件的时候对吧 如果说再生产十万件对吧 然后一千万件的时候不会冒烟 他整个在打磨这套系统 一点一点的把它打磨出来 一直到说十拿就稳 就真正的是十拿就稳的时候 可能说这种 任何出一个这种非迪南大工的这种 这种事件的时候 就可以造成这个全面的这种行动 来解决什么呢 解决这个藏在背后 一直使营照着这个中共 一定要把这种体系让它崩塌掉 先分享这里 刚刚给您录的先生 你觉得 这个他会有什么样的 就是什么样的秘密武器 你觉得啊 什么样的秘密呢 你脑洞一下 只管想啊 我觉得 我觉得我猜还是比较难 猜这个东西来讲 就是可能 从咱说一个行为模式吧 就是说 从行为模式上来判断上来讲 从这个 包括说乌克兰战场 包括说 做这个哈马斯 做掉哈马斯和做掉珍珠党 这两个战场上 这两个点 来看出来的这个 以色列的行为模式来讲的话 他并不是说是在追求这种 到年间像这个二战的时候 这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对吧 就比如说这个你坦克 这个火力大我比你还大 或者说你这个炸弹爆炸力强 然后我就扔个核弹 对吧 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现在 整个的这个 模式的 看到这个模式来讲的话 应该说有这么几个点 一个点的话 是相当于说是精准 这个精准甚至不光是科技上的精准 就包括说 一些判断 就比如说 我们在乌克兰战场 看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种 这种操作来讲的话 相对于说 台湾战争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升级了 那么 无人机的战场 然后我们看到了好多这种视频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 在那 他其实发的大部分 肯定是反复观察 观察 观察 对 肯定是一个敌方 而且这个人肯定是没有打算投降 给你机会 然后喊话 没有机会 那好 上面扔一个炸弹下来 就就就相当于打死了战场 而在这个 呃 船户机这个事情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的精准 就是加上情报的精准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不是说牛 不光是牛在这个武器本身 而是说他整个的这种操作方法 来保证这个武器 这个炸弹 拿到的人肯定都是这个 呃 恐怖分子 对吧 然后跟这个恐怖分子有关系的 而且身体顶层的这些人 在这个情报的基础上 再加上这个技术的话 就可以在 比如说一两分钟的时间 解决了好几千人 而且是重点清除了好几千人 对吧 那么 对于说往下执行的话 对于这种 从未使用过的能力来讲 我自己感觉可能并不是像 你们说放一个更大的烟花 或者说放一个更大的技术炸弹 我觉得可能并不一定是这个 而更有可能的可能是说这种 精确的定点 而且说不光是科技 科技加情报 加这种工链 加这些 呃 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识别啦 等等的话 这这一类的话 一一种工具 这是这是第一种的这个方向 能力的一个方向 然后想着第二种的能力的一个方向 是什么 就是说 其实对于 呃 整个的这些军事行动上来讲的话 他有一个 对于西方自由世界来讲 他现在的这种标准 其实已经 就是像刚才讲的 就是说 不是以你的杀伤力作为标准 而是说 如何能够解除对方的这种威胁 作为一个标准 就比如说 在这个之前打击伊朗 你会发现 就是说他 先把这个别管用的什么方法 其实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 爆出来 我自己相信的话 应该不光是说 雷达监测不到 就是说除了说我的隐身能力很强 有没有这种主动 就让你的雷达不工作了 这种这种情况 那么在这个局面上来讲 除了说这种要定点 定点清除掉一些 这些硬确清除掉一些这种头头脑脑之外的话 也恐怖分子之外的话 可能说对于说解除武装这个角度上来讲 是一个也是一个点 就同样是传呼机这个例子来讲 其实造成的死的数量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 大部分是重伤 那么重伤的时候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 造成说如果真主党想让这帮人出去到民营民房里边去再次发射导弹 或者拿健康导弹或者出去搞恐怖袭击怎么样 不可能了 为什么因为这帮人全部中伤全部中医院了 然后他会有自己的这种飞机 对吧 他会有机场 然后会有这些甚至说是洲际导弹都有可能有 对吧 然后核武器等等会有 那么如何在瞬间的时间或者说很短的时间对方没办法反应的时间来讲 除了说我让你的雷达看不到以外的话 我有没有可能让让你的这些里边的这些飞机对吧 可能除了飞不起来可能就自爆了 对吧 或者说这个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坦克来讲的话 动不了了 对吧 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说换句话说来讲 可能对于外界来讲 或者说不是飞衣了 就是不是参战被打的地方来讲 可能看到哇 好这个好牛啊 对吧 好精确啊 对吧 但是不会像看了一个大的烟花那么的那么的炫满 但是实际对他造成的杀伤的结果 就是说在极短的时间内 在几秒几分钟 几个小时的时间内 完全卸掉你自己认为是本来是存在的一堆武装 然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你给你卸掉 直接直接直接让这个原地解体 对吧 这种类型我自己感觉是比较可能性的 所以说让我猜的话 基本上就这两个方面 一个一个方面是极其精确的这种定点清楚 第二个第二个方面来讲 就是说对于他的武装雷达等等这些系统 可能说也是一个瞬间就给他 给他这个消灭掉了 这么这么一种过程 江昌先生 好的 由于实验一样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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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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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